评书快餐 民国军阀演义 阎西山第二讲 山文书啊 咱们说到山西爆发的革命 大伙呢 就推举这阎西山为山西的大都督 这老阎呢 一开始不愿赞 阎为什么呢 他不明白这武昌起义究竟后果如何 这要武昌起义成功了 把这清朝政府推翻了 我呢 名正言顺的革命党人 我呢 老同盟会的会员 我呢 为革命也立下了汉马功劳 礼当山西 头把金交椅 可是万一 让袁世凯 把这武昌起义镇压了 哎呦 清政府还不得拿我这脑袋 啊 把我祖签都得刨落啊 说大伙这么一推啊 他也没法推死 所以就坐了这么两天嘟嘟 哎呀 把他嘟嘟的 他在这嘟嘟的大椅子上 他是成天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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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啪来了风电报 是踏着打来的 电报声依然说的明明白白 现在武汉前方的指挥官 袁世凯派的是段清 把冯国章撤回了北京 两下是打打勤听 停停打打 不过那山西起义 那么现在袁世凯已然派曹昆 兵发山西 前方的部队 就是炮兵第三标第一营 无配服的部队 已经往山西开来了 怎么办 前方的密探 这电报到了 哎呦 阎西山更突突了 突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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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转眼一想变突突 哎 也罢 阎西山沿出的一蹬 事到如今哪 不敢看 林埃俄马收江碗 全都江心不漏吃啊 说现在再不起 啊 说现在投降 这山西这些民军 能饶了我吗 底下这些军队能饶了我吗 就得硬的头皮 打 抵抗 马上召集部队 赶阎西山带领部队 就到了山西的重要光口 娘子关 大兵就扎在这 刚扎在这 前边曹昆的部队 依然到了 也该找这阎西山啊 倒霉 曹昆的前部正印 先锋营 就是炮兵第三标第一营 无配服营 上一讲我们讲了无配服 那是会打仗 秀才军防 那有头脑的人物 不过大数兵书战策 很是精通 那确实有两项 把大炮的位置摆好之后 测试完备 一动炮 炮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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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机枪一顿扫射 战火 硝烟四季 惊天地 气鬼深 血站 娘子关 第三天 阎西山一怕坏了 怎么的 支持不住了 不行 打不了 这个吴佩孚太厉害 况且后边曹孤子 大队人马 羽人马上就到 增援都得一到 恐怕我阎西山就玩完 我还是回去嘟嘟去吧 立刻撤跑 再不撤 全军都得灭在这 当机立断 果断行事 立刻撤兵 大队人马又打 娘子官撤出人 上哪去啊 后边有追兵 吴佩孚等人是穷追不舍呀 都追到太原长根底下了 阎西山一看 弯了 大势一去 赶紧继续北撤 带民军北撤 简断接受 阎西山跑到了包头 到了包头了 回头一看 吴佩孚他们不追了 在包头 阎西山待了三个月 静观动静 得看一看南方什么形势 全国什么形势 这三个月赶紧补充冰员 准备弹药粮食 以防清兵再来 听到消息了 南北一和 袁世凯 就任了临时大总统 清朝退卫 中华民国成立 好 哎呀 阎西山高兴 赶紧搬师回太原 这就搬师回太原 在这革命起义的浪潮中 阎西山在山西站住了脚步 那也是在山西投一任都督 啊 起义了 那是有功的一件事 各省大封关 那么袁世凯得各省认定都督 阎西山马上到北京 觐见袁世凯 袁世凯一看阎西山 心里头就是不太愿意 为什么呢 我在南方 跟武昌起义那时候正打呢 正要讲的时候 后院着火了 所以才派曹昆去镇压 哦 那么现在呢 你是都督 自封的都督 袁世凯啊 满心不愿意 有心要撤掉阎西山 这阎西山听说这事 马上亲自到北京 觐见袁世凯 跪拜大礼 哎呦 大总统 我阎西山日后 一定要孝敬你 啊不是 一定要尊重你 把这孝敬都拿出来了 你想你也不是我爹 这话也不能说 太过头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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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咳嗽了两声 看了一眼 阎西山 你看还行 这人呢 没有反向 不像的蛇目 啊 你说有的人呢 在那反骨 老要造反的人 能看出来 一看这阎西山 长得挺忠厚 嗯 能听我的吗 你放心 只要大总统 你说怎么办 我就怎么办 你说怎么干 我就怎么干 当场表了忠心 叫奉得袁世凯 封了阎西山 为山西都督 要是说 也是应该人家当都督 为什么呢 你管他第一任都督 你不管他在 刚起义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思想 什么样的目的 总言之 阎西山 在山西搞了起义 总言之 阎西山 第一个先吃了螃蟹 当了山西总督 那真就提心跳胆 那前方打仗 就是武昌习 那胜败不知啊 整个北洋军 拉到前线上去 断气力的前线指挥 要如果不是南北一鹤 要不是给袁世凯 想当这个大总统 要不是南方政府承诺 说打下天下 比清廷退位之后 大总统就你的 要没这些 袁世凯要是一心的 镇压武昌习 那兴许这段历史 就可以改写 但阎西山那时 也真是冒生命危险 当的这个都督 另外 一进京建袁世凯 花了很多钱 手下的啊 袁世凯的红人 他都使上钱了 最后 明正言顺的 以中华民国政府的名义 下令 建阎西山 为山西的大都督 可袁世凯啊 还是对 阎西山不放心 他不放心 在哪呢 首先一个 袁世凯 别看南北一和 当了大总统 借了革命党人的光 但是 袁世凯是痛恨革命党人的 他了解了 阎西山的历史 在日本加入同盟会 所以说呀 这袁世凯 就在山西安插的 自己的人 也就是把兵权和财权 两样大权 抓在手里头 派去了金勇 抓兵权 派去了黄国梁 抓着财权 阎西山不是糊涂蛋 这是俩 太上皇派的大 所以 阎西山就假装糊涂 一般的事都不过问 二般的事也不过问 大事也不过问 哎呀 找金大人啊 找黄大人 这就行了 都把这金勇和这黄国梁 成为大人 他这就愣装糊涂 都督 袁世凯成帝的时候 感觉阎西山呢 也拥护 通电拥护 拥护地震 可袁世凯遭到 全国人民反对的时候 哎 阎西山一看 四外战火起来了 烧这老袁 他一盘算 估计这袁世凯够枪 马上通电反援 反对帝制 赶袁世凯一死 他把这金勇和黄国梁给收拾了 把山西的军权 财政大权是抓在了手中啊 那么赶走了金勇 赶走了黄国梁 段西瑞上台了 组成了内阁 林元宏当了大总统 他一看这段西瑞 有兵权惋戏的首领 这底下人强马壮的 啊 这个人啊 厉害 我得投靠这个人 阎西山呢 就拼命的巴掩这段西瑞 那么后来的段西瑞和林元宏两个人有了矛盾 也就是中国民国史上的府院之争 两个人呢 打起来 你不让我 我不让你呀 不可相让 最后段西瑞一气之下 不干了 辞职了 跑天津去了 那么林元宏一看段西瑞跑到天津 让谁当的内阁 总理谁也不敢当 北京城问号了 他马上就把张勋 调进北京城 这儿调进北京城 干什么呢 弹崖地面 维护治安 可没成想啊 这张勋进北京城 复辟了 哎呦 搞复辟 把十二岁的小皇上又折腾出来了 大封关 吓得林元宏躲进了使馆 急忙给这段西瑞拍电报 急刻发兵 绞杀张勋 立刻天津的段西瑞啊 就发电报 先命曹昆 第二通电报就打给了阎西山 阎西山一看 不敢再骂 知道段西瑞又起来了 段西瑞到天津那几天啊 这阎西山还琢磨呢 哎呀 李大总统 把这段西瑞整走了 看来现在啊 我得投靠这李大总统 李大总统这后山映啊 正琢磨的时候 一看段西瑞官司原知 而且打了电报 让他带兵进北京城 镇压张勋 鸡不可食啊 这正是巴结了 段西瑞第二次好机会 立刻派兵进了北京 那么你敢就把张勋的伏辟 给击败了 彻底垮台了张勋 在这点上段西瑞对着阎西山非常满意的 那么他就把这阎西山纳入了自己的婉系势力之内 以为这阎西山是自己的人 啊 呃 这人可信用 所以啊 他始终拿这阎西山当自己的势力 那么阎西山有段西瑞转大气给冲腰 他没把边放在眼里 只要有段西瑞就行 那么因为段西瑞 所以阎西山才在山西得到了发展 根深蒂固 四次大阔兵啊 阎西山不是不明明 赶紧阔军啊 好家伙 我得把这部队弄得人强马壮 你要想当土皇上 要想当统治者 没有军队不行 所以啊 他四次大阔兵 山西的军队好棒 阎西山的父亲是商人 他会做买卖 哎呀 阎西山这脑袋也是商人的脑挖骨 也会做买卖 中国的山西嘛 晋商嘛 在中国的历史上 山西除了好多好多的大买卖家 都了不定 这里头很多都是爱国的人物 爱国的大资本家 那么你敢阎西山和他爹 一个当了都军 一个是地方的商人 俩人这回一合计出来要做买卖 这买的可做大了 天是徒弟 好家伙 老阎家买了好多徒弟 很多啊 好几千户他们家的店户 但是阎西山在这上还是很公平的 你包我家地 我给你配车 我呢 给你啊 配牛 给你配草料 还管你饭 啊 咱们俩呢 春重秋收 然后四六分城 这地都是好几百亩上千亩 广大的土地 买卖商号不计其数 有名的有六大字号 在山西当年非常有名的六大字号 叫什么 庆春权 庆春冒 私园员 营业公事 集后厂 协同心 另大商号 天津 有人的买卖 南方 有人的买卖 啊 南方有商店 金店 首饰楼 商行 桑纳玉 啊 这个桑纳玉 桑纳玉可能延西山没看 把走远之后 据传说 在伊拉克 人家还开海石油 那存是胡说八道 换同言之吧 就是延西山的家 这个买卖做的非常大 他些鼓动 山西人做生意 鼓励做生意 做生意我就有讲 只有把生意做好了 咱们这省才付了 咱们这省付了 咱们这家就付了 咱们这军队就好了 咱们军队要大了 咱们这外边的地盘 就能整多了 外边地盘整多了 将来我这官也就整上去了 这延西山这小算盘打的好 简断接受 延西山的势力很大 生意做的好 军队也好 但是对于军阀之间的混战 也那年代民国呢 中原战乱 全国一片战乱 军阀之间 你打我 我整你 你咚咚给我脸炮 他是堂堂给他两枪 这家伙整个 整个乱套了 对于这个军阀混战这种场面 延西山采取了一个八面玲珑的态度 他是既不像潘 也不像羊 哎 见封使舵 善于算计 他一方面与各种势力拉进关系 却又一方面都不击不离 看到有利可图 就投靠一边 打一边绕上一把 看到形势不妙 就缩回山西 但有一点 他不许别人拦止山西 他弄边可以 别人想涂点山西什么那不行 当时在上海有家报纸 给这个军阀们都画了几张照 这延西山呢 这延西山怎么画呢 延西山在战争中是一手拿了算盘 一手拿了账本 哎呦 画得好 那意思延西山是商人 会算账 打仗 也是账本和算盘 给那蒋介石画的是 一手拿了金钱 一手拿了飞机 拿钱打仗 给那冯玉祥画的是 一手拿了大刀 一手拿了窝头 所以画得很是微妙微小 在这个延西山势力不足的时候 延西山采取了坐山观虎斗之法 1920年7月 直晚战争爆发后 延西山就声称 严守中立 宣布实行三不二要主义 这三不啊 是指不入党派 不问三省事 不为个人权利用兵 这就三不 二要者 一要服从政府命令 二保地方治安 这延西山经过多年的军营 这个势力啊 强起来 开始相外扩张 参与军阀的战士 不过他这个参与啊 是慢慢的参与 不是一下子就炸进去 1924年9月 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 战争开始后 直奉两系军派人与 延西山联系 企图把延西山拉到自己这一边 上官风向延西山本着认清对面 才能于对面处了解周围 才能在中间站着一贯形式标准 采取了中立的态度 谁也不得罪 同时他又派底下的将官 到北京和天津 打探情况 保持同各方面 他了解到冯玉祥 发动北京政变的情况后 就采取了联系冯玉祥 拥护段契瑞 反对吴佩孚的方针 他派兵阻止支军 北上援助吴佩孚 使吴佩孚处在两面 受夹击的境界 结果支军战败 冯玉祥张作霖 段契瑞组织了临时执政 段契瑞任临时执政 阎锡山通电表示支持 由于他拥断有功 段契瑞深表满意 从第二次直方战争开始 阎锡山就不断参加军阀混战 守护尔联以打扎 翻手卫议 在各军阀中 他是反复无常 逐渐却立不倒温的形象 等到了北伐战争初期啊 阎锡山是四级官殿 暗兵不动 哪头舒服 我靠哪边 哪边相复 我靠哪边 哪边不遭罪 我到哪边 只要不刮到我的利益就行 渐渐的阎锡山是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大得很大 那么阎锡山最后选中了蒋介石这个报号 因为蒋介石有权势又反共 投靠蒋介石定会得胜 他渐渐的就往蒋介石那边靠 可靠来靠去靠去靠来 没想到靠出了一个洋讲中文大战 欲着详情 咱们下讲再说